五一假期临近河南郑州中牧县的1.5万亩槐树林 也进入盛花期 建在槐树林当中的林间树屋民宿预定量旁生 游人不仅可以在槐树林当中畅游 还能品尝到当地的槐花包子 槐花羹 蒸槐花等农家特色美食 在郑州中牧县雁鸣湖镇的万亩槐林 槐花以一串串坠满之头 沁人心脾的清香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畅游 槐花不仅可以观赏 而且是当地人每年都期待的美食 槐树林中的农家餐厅里 厨师们正忙得不亦乐乎 将新鲜采摘的槐花洗净 撒上五香粉 然后打入鸡蛋搅拌均匀 油热后迅速入锅翻炒 几分钟功夫 一道槐花炒鸡蛋就出锅了 与槐花包子 槐花羹 蒸槐花同时上桌 一席美味的槐花宴让游客们流连忘返 目前周末有2000人左右 然后后边接着就是五一假期 五一假期的游客量估计在5000人左右 比现在的游客量要翻倍 随着五一假期的临近 当地怀林的临间游乐场 临间餐厅 临间露营地 和临间民宿等项目预定量攀升 接着一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